你这玩意儿是不是一人拿一盏 羊蹄应该是新疆比较美好的一个菜 这还不够瑞哥丝牙缝呢 这千一百多都花了 你差一囊嘛 车伦 大家好 老白啊 今天很罕见的 和瑞哥同时开场 他给我早到一分钟 一分钟也是早 上个礼拜跟我说 想吃羊肉串 烤包子 烤羊腿 找到了啊 新疆什么自助大巴扎 所以今天来了啊 里边开 里边开 别碰凉啊 赶紧 赶紧 快点快点 走走走 你好 我们三位 咱是那个自助那个巴扎是吧 对 三位是吧 对 258一位 好 三位的话774啊 哎 是不是这个能拿吗 一会儿来吃 这你要吃主食 现在要 你别摸摸了 我吃饭没会儿了 拿不拿不 别跟人家互动坏了 拿走吧 走走走 我还挺热乎的 刚拿出来 我也 咱还没找地儿呢 不要那么没出息 你知道吧 进来瑞哥就在门口拿了个囊 大家注意啊 如果万一万一万一 你们来的话 这个囊在门口是粘收费的 这一张囊8块钱啊 我们刚才花了700多块钱 吃主路餐 还没有拿任何东西 那单花了一个8块钱 这个就觉得不合理是吧 这千一百多都花了 你差一囊嘛 一人能吃几个囊是吧 赶紧 人家9点逼三 我们赶紧去拿去拿吃的 咱看这有什么 萝卜炖老鸭 这叫牛家骨 人家什么自助新疆大八扎 八扎应该是新疆化 市集市场的意思 还有鱼 你这玩意儿是不是一人拿一看 羊杂 波兰羊蹄 羊蝎子 羊蹄应该是新疆 比较美好的一个菜 抓饭 但是抓饭没有肉啊 这抓饭 大盘鸡 这得搞一搞吧 你看这个怎么样 哇 我觉得可以 来 羊蹄 哦 谢谢 这还不够瑞哥刺牙缝呢 你自己拿一块那个 油性 哎 这油性这么小啊 不知道是不是 割了发姜的 妈 您问一下这什么蛋啊 这是鹅蛋鲜 鹅蛋 哦 谢谢 对 刚面有鹅蛋鲜 好嘞 好嘞 第一个是烤鹅蛋 李雪菌 不是不带这样的 嘿嘿嘿 人家都没搭了 给我一盘就完了 小哥哥说 你要比较多一点 是我一样的 他说那都给就行了 来 去拿一块尝尝吧 我看这个真的不错 带皮的 皮烤的酥酥的 嗯 好油啊 它是皮肥肉和瘦肉三味一体的 哦 看 感受不过这个羊挺好的 新疆大厦 它是整个新疆地区的铸精办事处 在北京有好多这种新疆馆的铸精办事处 在北京有好多这种新疆馆的铸精办事处 十盒子百事处 一粒百事处 反正说是乌鲁木齐铸精办是最好吃的 嗯 整个新疆的就在这儿了 有没有事啊 羊肉串要拿饼吃 要拿饼吃 要拿饼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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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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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么吃 这么吃才好吃 我来尝尝 嗯 好好吃 你尝尝蛋 你这个馆浇我点 这个馆 这个馆 好 这个馆 我叫一下馆 我叫一下馆 新疆自制三明治 那馆不错 馆很好吃 不错 新疆菜的核心 羊排 羊肉串 OK 焦麻鸡 味儿不错 嗯 沿着很多味儿 包子不错 嗯 烤包子也是好吃的 而且它里面有汁 稍微的凉 嗯 刚开开的那来的 好像没那个 我也擦个烤包子嘛 嗯 我很作性的那种 就是叫凉 它真的很好 对 就是凉 叫烤肉肉的 这多好吃 干不干 我带来喝的 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很喜欢这种封面 因为我们喜欢裹卖 对对对 不像你们只看日卖 我们喜欢裹卖 也不是 日本的我们倒不都还看漫画 这得逼一下了 它这凉面就是这么一碗 应该就是扣两面吧 应该是 铁板上忘拿了 我去拿一下 原来给我烤的牛排 我都忘了拿了 这叫卡布包子 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干嘛的 嗯 它是甜的 红萝卜很难过笑的 这是 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包子 这个包子 它是肉包子 哇 我两瓶儿薄 这个牛排拿了 都是小块 嗯 牛排配酒 越喝越有 配点红酒呢 也不能配 配啤酒是吧 嗯 你别看它东西不怎么清楚 每样看着都很大陆 但吃起来味道还行 它味道都是正的 都是对的 对至少到目前为止 所以我没发现哪个是坑 咱俩可能不太了解就是 它这新疆大厂所在这个地儿啊 叫三里河 北京有俩三里河 东门那个呢 就是原来岸渠啊 发展出来的 一直连着那个金鱼池啊什么的 西三里河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地儿 好多大部委 特别大的 什么驻京办啊 什么政府的 好多都在这儿 所以呢就是 好吃的呀 什么的 就稍微那啥一点 集中一点 但是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那么大的商业气息 我尝尝那胡辣洋情 咱边吃边聊 Oh my god 洋池 洋池可以凉了吃 哎呀还行 洋池非常好洋 还可以 哇哇哇 有点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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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韧劲啊 筋啊 皮啊 都在线 那它就有点辣 我其实挺想去趟新疆嘛 而且今天也有机会 对机会 等口罩平息了之后 好吧 然后争取去一趟 争取去一趟 我觉得特别喜欢新疆菜的盘子 因为新疆菜的盘子 你看 大 超级大 我觉得喜欢这种 菜量大盘子大的 烤烤鹅的 这是新疆固有的美食吗 你先吃 吃不太出来 基本都是 那个酱的味道 难吃到不难吃 这些酱油再辣 不在意 我觉得酱油固 料味多少味 嗯 我找到我的手炸饭了 咱们这个层内来 尝得好 在这里边你看有 黄萝卜 然后皮鸭子 应该用羊油弄的 一管饭有点油 你看这盘子里面剩那个油啊 我觉得有个东西是咸咸的 酸酸的 这吃一会儿肯定会腻 我尝尝大盘鸡 我翻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这样的餐厅好像 大盘鸡做的都不是特别好吃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它该怎么样尝尝 一半 一半 大盘鸡一半 一段 一段 这土豆用的对 好软糯 这叫油性 写出来是油香 这是传统的 贵教的一个食品 当然正经的油性比它大很多 发面的油本 红白喜洲市的时候会炸很大 吃的时候要有个奖家 这小的无所谓 大的油性如果您吃的时候 一定要掰开 这是礼仪 一定要掰开 无论它多大块 你要掰开了 然后这个可以分别吃 但不能整个上抗击一口 很忌讳的这个事 尝尝它怎么样 刚才讲了 完全发挥不出来油性的 应该有的香味 吃着玩 没法体会真正油性的魅力 炸了酸奶 是瑞哥给我们加的料 有蜂蜜 然后麦片 葡萄干 核桃干 花生 只要加蜂蜜来调 不能加糖 这个料真的是随便夹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软中带硬 和硬中带软的口感 层次感非常丰富 就喜欢是胡辣汤套盛夺 是吧 硬中带硬 硬中带硬的 而且它比我想象要稀一点 来这儿 喝个齐伯格这个 反正没人管 喝个齐伯格这个 嗯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们这边是9点比赛 哦 是的 现在已经8点半了 好 你再不浪费的钱 可以再取些擦 好的 谢谢 你这边9点的话要消沙 然后就不能轮 你多坐一会儿 好 我们9点走 好 非常抱歉啊 不不应该的 我觉得真的挺好吃 然后所有的东西食材是好的 吃的吧味道都在线 但是你说哪个好吃留下 是个印象了并没有 品质品质可以 羊肉还不错 尤其那个羊排 我觉得还行 但吃两块感觉有点腻哦 心里总觉得没回本 因为这顿饭3个人700多 感觉还是有点亏的 行那这基本就是这样 下期见 拜拜